中国首创无水种植技术成为沙漠客星 不用一滴水 便可以让万亩沙漠变绿洲 震撼一幕欧美28国全傻眼了 那中国究竟是如何克服万难 在沙漠中实现无水种植的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沙漠是地球上最不适合生命生存的地方之一 它们占据了全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 每年还在以每平方公里100米的速度向四周扩张 沙漠化是全球面临的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 也是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 如何治理沙漠 让沙漠变成绿洲 是人类共同的梦想和追求 然而沙漠植树却是一向极其艰巨和困难的任务 沙漠中缺乏水分和养分 气候干旱多风 土壤松散意流失 树苗难以成活和生长 传统的沙漠植树方法 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 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中国农民却成功研发出一种 名为无水植树的技术 通过这项技术 它们在沙漠地区成功造出了 一个令人惊叹的绿洲 这个绿洲不仅美丽一人 而且完全不需要水源的供应 这项创新技术立刻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这项技术的发明者是田新明 一个来自内蒙古阿拉善佐奇的普通农民 他凭借着自己的勇气 智慧和坚持 在近30年的时间里 在西北六个省开辟了11个试验田 在两万亩沙漠上成功种下了数十万棵树苗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沙漠绿洲 它的故事被媒体广泛报道 它的技术被国内外专家赞誉和推广 它被誉为中国制杀英雄和无水植树之父 无水植树技术的原理是利用一种特殊的生物交体 将植物的种子与营养物质混合后制成小球 然后将这些小球埋入沙漠地表 当沙漠地区有足够的湿度和阳光时 这些小球就会自动溶解 释放出种子和营养物质 从而使植物能够在沙漠中生根发芽 这种技术不仅节约了大量的水资源 还能够帮助沙漠地区的生态环境恢复 经过数月的时间 沙漠中的绿洲逐渐成型 现在这个绿洲已经有了数百亩的面积 上面长满了各种各样的绿色植物 这里的空气清新 鸟语花香成为了一个人向往的度假圣地 补水的植树技术有以下优点 节约水资源 补水的植树技术不需要灌溉 即使用空气和沙漠地下水的凝结水 节省了宝贝的水资源 削减开支 补水的植树技术不需要施肥 水井或灌溉系统 只需要塑料袋 保模等简单材料 降低了植树成本 提高效率 补水的植树技术不需要复杂的工具和设备 只需要挖洞 植苗 放置袋子等人工操作 提高了植树效率 效果增加 补水的植树技术可以有效保护和补充树苗内的水分 提高树苗的成活率和生长速度 增加沙漠的略化效果 补水的植树技术取得了显著成果 田新明在西北六个省开辟了十一个试验田 在两万亩荒漠中成功种植了数十万株苗木 包括青柳 缩缩 宝塔 锦吉尔 刺五加枣 沙吉等树种 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测试 这些幼树的成活率超过百分之八十 而且生长速度比传统方法快得多 一些试验田已形成连绵不断的森林 给沙漠带来了绿意和生机 补水植树技术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推广 2021年 在第七届库布齐国际沙漠论坛上 中国介绍了自己的发明和成果 震撼一幕欧美二十八国全傻眼了 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的代表纷纷表示惊讶和赞赏 并与中国签订了合作协议 据了解 中东土豪国纷纷表示对这项技术非常感兴趣 并且愿意付出高额的费用来引入这项技术 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无水植树技术来改善沙漠地区的生态环境 并且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无水植树技术的成功研发 不仅为解决沙漠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也为中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绿洲在沙漠中诞生 为人们创造美丽宜居的环境 同时 这项技术的成功也再次证明了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 强大实力无水植树技术是一项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技术 它破解了沙漠植树成活率低 成本高 效果差的难题 为沙漠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除了无水种植外 中国还发明了一种沙漠浇水 当我们听到沙子这个词时 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金黄色的细小颗粒 嗦嗦作响的声音和沙滩上的阳光 沙子是一种颗粒状的物质 由细小的岩式颗粒组成 通常是实音矿物 沙子的力径比较大 可以通过肉眼看到 当我们用手指捏起沙子 它会从指缝间溜走 让人有种捉不住的感觉 而土壤则是另一回事 土壤是地球表面上形成的一种复杂的自然物质 它由岩石碎片 有机物质 水分 空气和微生物等组成 与沙子相比 土壤更加复杂 充满生机 神奇胶水是一种由沙子和植物纤维粘 粘合即混合而成的材料 可以将沙子瞬间变成土壤 这项技术是由重庆交通大学的 一支监教授发明的 重庆教授一支监是 重庆交通大学的副校长 从事的是力学方面的研究 在我国桥梁 道路和材料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 它运用了一种力学中的原理 赋予沙子之间一种约束力 从理论到实验成功经历了八年公关 第一支监教授从植物体内 提取了一种植物纤维粘合剂 这是他的创新之处 他将这种粘合剂倒入金黄色的沙子中 加入水进行搅拌 神奇的是 粘合剂在沙粒中形成了一种弹性的纽带 与沙子共同形成了一张坚固的网 这项研究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框架 开辟了治理沙漠化的新途径 这种力学原理的运用不仅增加了沙子之间的结合力 还能够防止风势和沙漠扩张 这种创新的方法对于沙漠地区的生态修复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他的团队在重庆交通大学校园和内蒙古等地进行了试验种植 结果表明 使用沙子保水粘合剂能够改善沙漠的生态环境 使沙漠变成了绿洲 并且吸引了许多动物在这里生活 使之成为沙漠上的绿洲 这项技术的应用还有很多 除了沙漠治理 这种材料还可以用于建筑 道路 绿化等领域 例如 这种材料可以用于建造环保型的防务 因为它不仅环保无度 而且具有良好的隔音 隔热性能 还可以防火 防水 防震 此一问 这种材料还可以用于道路建设 因为它具有良好的耐水性和耐磨性 在略化方面 这种材料可以用于改善土壤质量 促进植物生长 这种神奇的胶水 在中国的多个沙漠地区 得到了广泛的实际运用 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 当喷洒这种胶水颗粒并加水后 这些沙漠地区就可以立即开始 种植防风林或杀吉等作物 随着植物生长到一定程度 并固定了足够多的矿物质 这些沙漠地区可以直接备用做农田 这项技术的实际运用给沙漠地区的人们 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和改变 在过去 这些沙漠地区一直是不毛之地 生活艰苦 资源匮乏 然而 通过使用这种胶水 沙漠变得有望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胶水的帮助下 人们能够在沙漠中种植各种植被 如防风林和杀吉 这些植被不仅可以固定沙土 减少沙尘暴的发生 还能提供丰富的果实和木材资源 随着植物逐渐生长茁壮 土壤的肥沃度也会增加 为农作物的种植提供了条件 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改变了沙漠地区的面貌 曾经荒凉一片的沙漠 现在变成了绿样然的农田 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 虽然 由于沙漠地区的土地得到有效利用 人们也能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益 这种浇水技术的成功案例 不仅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 也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瞩目 它不仅为沙漠治理提供了一种快速而可行的解决方案 还为其他受沙漠侵蚀困扰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希望 这个神奇的浇水让我们看到了科学技术 在改善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巨大潜力 它不仅帮助我们改变了对沙漠的认识 也鼓舞着我们在保护地球环境方面继续努力 无论是从生态保护的角度 还是从农业发展的角度 这种浇水技术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 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研究和推广这项技术 以其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应对土地沙漠化问题 创造更美好可持续的未来 让我们向那些致力于抗杀事业的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他们用智慧和勇气改变了沙漠的命运 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的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